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好 主席我想先請我們立法院林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還有監察院副秘書長 不是 監察院是處長 哦 處長是嗎 是 處長他有 因為秘書長請假 有兩位處長 三位處長 請問你要找哪一位 他有業務處處長 調查處處長 跟財產申報處處長 那我們請調查處處長 調查處 妳那個發言台上面有名單 好不好 可以看一下 調查處處長 請鄭處長 來 請 謝謝 請 兩位好 好 周辰委員好 根據我們93年大法官市制第585號解釋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的立法職權 本期固有的權能自得享有一定的調查權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相關資訊 以立充分思辨審慎決定 善進民意機關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機能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的輔助性權力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的對象 或者事項 並不是毫無限制的 那我要請問李秘書長 未來在立法院調查權的方面 還有調查對象或者事項 應該是哪一些 和監察院調查權要怎麼樣來區分呢 謝謝周辰委員 我想立法委員調查權是用司法大法官585號解釋 那麼立法院有調查權 現在立法院的調查權 那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當然有一些跟監察院 有一些可能有點重疊的部分 那至於我們調查權方面 我們有一些考慮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制定這個調查權的法制化 我們有一些考慮 我想簡單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調查權 它一定要有一個準備的程序制度 那麼還有聽證會的整個進行的程序 包括事前的通知 准許受調查聽證人員接受法律輔助之權利 聽證主席使會議進行程序之裁結前 聽證出席委員的詳細的譴責等等 那麼 這些我想都是整個調查權裡面的 那麼還有對於相關人民的處罰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來處理 那麼還有調查權的一些救濟的程序 是不是要有一些訴驗 那還有調查權的強制力 他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偽證 程序的一個刑責的一個考慮 那麼還有調查權的配套 譬如說我們是不是要有聽證採訪 或者旁聽規則 協助調查人員的相關的一些報酬等等 所以這一些調查權的一些處理 我們在等於是說國會改革裡面 那麼有很多黨團也都提出來 那針對這些的考慮 我們大概就是做這一些 那麼監察院的調查權部分 他們大概是比較著重 他們必須要有糾正彈劾 還有糾結 他們大概處理這方面 那我們立法院這邊的調查權 大概跟這個比較 就是說除了這個方面之外的 我們大概是處理這個部分 以上 好 謝謝民主長 是 那我要請處長 你 鄭處長 你對於這個立法院調查權 調查對象和事項 要如何來避免和監察院這個調查權 有所衝突的這個方面 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好 報告委員 那麼司法院585號解釋裡面 所提到的這個立法院 享有調查權呢 是憲法職權所必要的 輔助性的權利 那麼這個目的是使立法院 在行使職權所需的相關資訊 那麼以善禁民意機關的權責 重點是在取得行使職權 所需要的相關資訊 那並非對公務人員的 違私責任或行使責任追究 所以以這樣來看的話 監察院是對公務人員 或行政機關的 違法私職責任的追究 跟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是為了取得相關資訊 兩者是有區別的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主席 那我現在想請我們那個 司法院林廳長有沒有來 是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林廳長 來麻煩謝謝 廳長你好 委員好 請問你針對這個事情 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建議和參考 對不起 對不起這個因為是牽涉到立法院的資權行使 那麼司法院在這邊的立場 我們尊重這個現行法的規定 跟大法官585號解釋的意志 其他沒有補充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 那是那個 司智文第585號 解釋更說 個案調查四項的範圍 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也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權力核心範圍 或者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的行使 造成實質的妨礙 如果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的程序 有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 就必須符合憲法上的比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以及正當性的法律程序的要求 我要請問副文秘書長 不是 我要請問這個秘書長 立法院這個調查權結果 和這個監察院調查結果 如果有不同的時候 還是互相矛盾的時候 這個時候要怎麼樣來解決 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調查權的部分 跟監察院的調查權的部分 他們監察院調查權如果在他們的那個 五八五解釋裡面 他們是比較著重於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的是比較著重我們在審查我們的法案 或者是我們相關的一些 這個立法的過程裡面所需要的一些資料跟諮詢 所以我想如果是公務員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現在以目前的狀況的話 我們大概如果說對於公務員的這些調查的部分 當然以監察院為主 是這樣子 我的見解是這樣子 那我想再聽聽鄭處長您的看法 報告委員 就如同秘書長所提到的 那麼公務員跟行政機關的違法制制部分 是監察院來去做這個處理 那麼在兩個的調查範圍上 應該是不至於重疊的 那麼我們監察院調查處是接受監察委員的指揮監督 協助監察委員來辦理調查案件 所以未來假設有這種都有調查情形的時候 我們會散盡責任告訴我們監察委員 能夠在這個調查方面做一個妥當的處理 以上報告 謝謝您的答覆 那我再請問林廷長 立法院的調查權會不會妨礙憲法所賦予監察院的調 這個會不會妨礙到憲法所賦予監察院的調查權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會不會有違憲之餘呢 報告委員 這個我剛剛報告過 因為有關於立法院的調查權 那剛剛585號解釋已經有闡釋過 這是屬於立法院職權行使的所必要的一部分 那麼如果現行法或者到法官解釋的意志 那麼如果在這個範圍內 我想應該不會到侵犯到監察院的調查權 謝謝 我再請問一下那個林秘書長 如果賦予立法院調查權以後 是要經過院會通過呢 還是只要委員會通過 要怎麼來調查以及進行 目前的情況當然是要 目前的設計大概是要宴會通過 才能夠進行所謂的調查 但是現在就是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現在就是國位改革的這個階段 那很多黨團他們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們認為說這個調查權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有一些賦予有一些專門委員會 或者是說用委員會或宴會都有調查權 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立法 其實他們都有提出來 那這個提出來之後 我想可能就是要所有委員 大家來進行討論 然後最後制定 那麼如果制定之後 那可能他的那個範圍會擴大或怎麼樣 我想我們原則上都是尊重這個委員 大家做最後的決定的一個條文 好 謝謝 市智文第585號也解釋到說 319槍擊案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第八條的第七項 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者 可以處機關所長以及行為人 新台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經處罰以後如果人繼續違反者 得連續處罰之 及第八項的前段 機關所長團體負責人或官員 或有關人員拒絕證調會 或其委員調查影響重大 或者是虛偽的陳述者 依同條第七項之規定 處罰等規定這一些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明確性原則這方面 請問廳長 未來如果有這部分規定 會不會違反正當的這個法律程序 以及它的法律的明確性原則呢 是 那麼真相調查委員會條例的相關的處罰的規定 那麼現在已經有明文 那麼至於處罰的程序 那麼如何 看起來是不是有相關的執法規定來規範 那麼如果有這個相關的規範程序 那麼如果有遵守的話 應該是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謝謝 好 謝謝 那立法院執權行使法修正序案規定 委員會會議或者公聽會應邀出席人員 應該對所知如實提供完全的陳述 而不得隱匿或做虛偽的陳述 而質詢時如果有巨答或者隱匿情勢 可以處新台幣10萬元以下的罰款 並移送監察院 若在質詢或在公聽會上 有虛偽陳述的或者提出內容不實的 不實資料的可以處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並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請問靈民署長 這個規定會不會有爭議啊 這個要由誰來調查和來處罰呢 這個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樣子的規定 就是如果說我們大家同意這樣子 規定的話我想我們就是只好按照這樣子來處理啊 好 謝謝 謝謝 好 幾位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蔡毅宇委員質詢時間12分鐘 那我們還是請法治局局長 好 請高局長 請高局長 來吧 請低一點 已經超高特的部份 大家可以選擇 國防局局長 值消防總​​ 還在全聯合現衆 在全聯合院後 我們應該看到 這頑竟還全部人